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现在在四川成都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成都市的城华区 今天来到了成都的市外这里 昨天是乘坐火车来到了成都市 准备在成都今天去逛一逛 逛一逛生场 昨天来到成都这里 发现成都这里还挺冷的 因为我现在穿的还是夏季的衣服 里面是个短袖 还有一件薄的衬衫 走在成都的路上还是挺冷的 所以今天准备去逛一下商场 买几件冬天秋天的衣服 看一下能不能买到 如果买不到的话就在网上买吧 我现在站在一座桥上 给大家看一下成都市外的环境 我现在站在一座桥上 旁边这边还有一条河 这个河在地头上显示叫做沙河 前面这边还有一条河 这条河在地头上显示叫做沙河 这条河的名字 在这个桥的前面还有两匹马 还挺好看的这个桥 这个桥柱上刻着很多图画 马拉的车子 我准备往前面走一走 在地头上显示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商场 去那座商场上逛一逛 这边还有一座公园 环境挺好的成都这里 有很多绿植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深秋了 在成都的街头上 还能看到这样大片绿色的植物 还挺好的 说实话成都这个城市环境 我确实很喜欢的 因为之前也来过成都 这个白马拉着桥 双庆路 这边还有很多鲜花 盛开的紫色的鲜花 熊猫样式的广告牌 成都这个城市里面 有很多这种大熊猫的标志 挺漂亮的 看看成都市里面的城市环境 看这里见识的漂亮吧 在马路旁边这个人行道 旁边种植的鲜花和绿色的植物 这个小路修的也挺好的 没事的话可以出来 在外面骑骑车子 像这样散散步 或是跑下步锻炼下身体 还挺好的 成落大道 这桥银杏路很是漂亮呀 这条路不是很宽 但是两侧种植了这种银杏树 现在这个树叶还没有黄 如果这个银杏树要黄了之后的话 那个景象非常的漂亮 到时候黄了之后可以来这边拍 我特别喜欢银杏树 尤其是树叶黄了的时候 记得小时候经常在路边 捡像这种银杏树的叶片 然后夹在刻板里 制作的那种标本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 有没有干过这种事 看走在成都的这个人行道上 像不像是在走在一座公园里面 这个感觉特别舒服 到达这座商场门口 万象城 这边还挺热闹的 这边还周围 去这个商场里面逛一逛吧 欢迎光临万象城 扫个阿阿玛进去 这个商场里面还挺大的 那边好像还有一部分 待会去那边再逛一逛 里面有好几层呢 看一下 好像有五六层 下面都是一些化妆品 一般商场的一楼 都是卖一些珠宝化妆品的 我得找一个价格比较亲民的品牌 太贵的买不起啊 优衣裤 去这里看一下 这里面衣服种类还挺多的 我看到这条裤子 这条裤子就是我腿上穿的 跟这个一样 好像是去年买的 看一下这就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 又试了一件这样的款式 一个牛仔的 手机感觉有点短 样子都差不多 想好了就买了这两件 过去结账 现在刚好到中午午饭时间 准备去吃个饭 还没有吃饭的 估计到这种是什么花 哇 这个花开得很鲜艳呀 祥和里 就在这里面吃个饭吧 正宗龙江猪脚饭 吃个猪脚饭 饭来了 看看怎么样 点的是猪脚饭 有鸡排还有猪肉 土豆丝 还有小菜 吃个午饭 好久都没吃这套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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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好吃的这个 吃完了 装排行动 刚吃完饭 在地头上找了一个核酸检测点 来成都这边要3300点 但是来到这里发现这个点 我已经关闭了 不再营业时间 不过没关系 我又在地头上找了另外两个地点 就在前方不远处 天府熊猫塔那边 有一个两点半跟三点钟的 刚好现在是两点十分 等走过去 刚好两点半可以赶得上 到达成都339 旁边这边就是成都的天府熊猫塔 这个塔总高度是339面 所以也叫339 这个塔顶最上面那个位置 是可以观景的 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成都的美景 到达核酸检测点的位置 现在还没有开始 还有十分钟呢 现在有这么多人 看看排了多少 我要站在后面排队一会吧